可以把整個案子還原到最初來看 從幾個關鍵點開始分析 我們先從他們身上的傷口跟輻射開始看 我覺得這裡是最大的關鍵 因為其實所有的研究都在屍檢的報告上 不過剛好那個時候的屍檢報告 其實並不是那麼完整 甚至可以說它是有一些引擎的 雖然它是有提到外部的傷口 還有輻射的種類是BILTA的例子 但是內障受損的情況 舌頭不見的傷口也沒有詳細的提出來 法醫就只有淡淡的解釋說 舌頭因為不明的原因導致整個肌肉組織都失去了 而且甚至後來輸二解體 有人要回去翻那些報告文件的時候 都已經發現他們遺失或是燒毀了 所以非常有極大的可能是 政府已經知道了詳細的情形 但是不敢告知大家 再加上說外部損傷不大 骨頭骨折只有兩種可能 第一種是積血太厚 骨頭漸漸被壓斷 第二種可能就只有衝擊坡了 而且我上一集不是有講 當時有人報案說 有在那座山上看到菊光 而且不止一次 非常有可能是因為 軍方在研究的武器導致了衝擊坡而造成死亡 當時大家就提出這個論點 你們知道政府其實是有回應的 不過他們回應的理由是說 你們這個想法還真可愛 對就是這樣 重點是又剛好 George跟Samuel這兩位神秘的人物 他們沒有跟其他七個人買醬在一起 他們是被到別的地方買照 又加上說 事發之後政府有把那個山封了三年 一年兩年可能合乎情理 可能是要調查 不過一封就是三年 像晴天鋼這種牛會撞人啊 封山還是合理的 但這座山如果沒有什麼恐怖的生物 或者是武器的話 他們去封山反而會讓人家覺得 是不是要滅陣 第二個點呢 我想到現在講 帳篷會破裂成這樣子 這裡最多人支持的論點為 雪崩或者是陰切還有火災 把帳篷割開逃生 其實是一個下下下測的方法 如果以雪崩來看的話 還是非常有可能的 如果是雪崩的話 為什麼當時還會有腳印 而且帳篷為什麼沒有被蓋住 第二點陰切的話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 帳篷住在山上 外面有暴風雪 很容易造成大聲的風聲 重點是 那一群登山客經驗很豐富 如果是陰切的話 相信他們一定也會判斷 頂多從帳篷出去 不至於什麼都不穿 把帳篷割破逃走啊 至於第三個點 火災 的確有可能是 他們吃晚餐的時候 有了灰燼 復燃 產生了許多的濃煙 導致大家以為火災發生了 急忙的逃出 但是重點是 搜救隊在檢查的時候 帳篷並沒有任何被熏黑的痕跡 所以呢 我自己就撈布了一下 想到一個恐怖的事情 會不會 其實 有隊員在出去的時候 帳篷根本就沒有破 為什麼會這樣子想 會不會有很大的機率是 George其實是 KGB的成員 這也就剛好可以證明 為何George身上還有大量的膚色物 所以我在想 他們的這個吵架 會不會是George故意製造的 畢竟如果要在山區 大半夜的時候 出去跟 其他的外國間諜進行交易 是不太可能 所以George就事前 先埋下了這個吵架的種子 到了他們要交易的時候 再一次爆發 George當時呢 到半夜 準備要跟外國的間諜 交易的時候 他前幾天怒火 一次爆發 假裝的生氣吐出去了 另外一個也同樣是間諜的 三名呢 假裝當成彼此之間的弱滑劑 說要安慰George 結果也跟了出去 可能時間過了5分鐘10分鐘 另外有兩個人 也擔心了他們的安危 一併跟著出去 這個狀況就合一的解釋成 為什麼會有4個屍體在散播下 然後5個屍體在靠近松順的地方 因為他們這時候已經分成兩組了 準備跟外國間諜交易的George 以及Samuel 可能發生了什麼狀況 被外國的間諜意外的反殺 在當時冷戰期間 其實是常常發生的事情 他們會說彼此不交換什麼情報 但是往往 不會先把對方吃掉 再奪取他們的資源 另外兩個跑出來找 George跟Samuel的人呢 也意外的被發現 也一併被處理掉了 至於他們身上含有的大量輻射物 就剛好連結到 有人報案說 那一座山頭有一個橘色的光 加上地板大量的金屬碎片 那也因此發生了一點點雪崩 導致他們被埋在5公尺深的雪下面 那不是說沒有外傷嗎 外國間諜是怎麼把他們殺死 這個狀況其實就有非常多的方法 不過呢 非常奇怪的點就是 政府提供的法醫報告 並沒有寫到說 George他們內上受損的情況 以及他們的藥物檢測反應 只說他們 之前有喝酒 所以可能是有被隱瞞住了 接著呢 間諜把他們殺掉之後 要去殺害原本的那些人 才不會讓市集敗路 來到帳篷之後 才逼著大家 割帳篷逃生 不過畢竟是在帳篷裡 沒有地理優勢 我相信 間諜也沒有辦法 太快的把5個人都殺死 所以才會逼著大家 趕快割帳篷逃生 隊長Eagle和Ruston 就暫時的壓制住那位間諜 叫其他三個人趕快離開 這個也就解釋了 為什麼他們兩人的屍體上 拳頭會有戰鬥過的痕跡 還有帳篷裡面 不知名的登山障 以及門口遺落的手電筒 但是呢 被叫離開的三人 有一個Xena 是Eagle的女朋友 所以他不肯離去 另外兩個人就趕快 割帳篷逃離了 先割破帳篷逃離的兩個人呢 因為找到了一顆大蟲樹 所以就趕快 折斷樹枝在樹下取暖 但是最後還是因為失溫水去世了 另外三個 Eagle他們呢 因為逃離間諜的時候 在荒野中探索 肯定也是耐不過當下的風寒 黑夜中想要返回營地的路上 一一的失溫而陣亡 為什麼會支持這個釋放經過呢 因為我覺得 他跟政府方面的反應非常的像 第一 因為政府當時呢 把George和Simon 這兩位 可能是間諜的人 葬在別的墳墓裡 民意 有可能就是為國捐去嘛 第二 當時他們死亡的時候 正好是 第21屆共產黨國民代表大會 準備要舉行的期間 政府一定不希望這樣的意外傳出去嘛 又加上那裡是他們飛彈試射的地點 而且有一件最重要的是 政府當時他們派出軍方在搜索的時候 直接就帶著偵測輻射器 開始在找屍體了 當時來說 如果只是一個散案 不可能會帶著這種用具出來搜尋 所以這就表示 政府一定知道 登山團裡面有人 正在交流輻射物 或者是帶有輻射物的物品 太多太多關鍵的報告 政府方面都沒有提 而且就連輸了解體的時候 這些報告都被損毀了 這整件事情呢 我自己覺得 大概有可能是這樣子的經過 不過呢 講了這麼多 又讓我想到一句話 有的時候看似越複雜的東西 其實背後運常的道理越是簡單 他們一定是被UFO攻擊的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啦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分享、按、喜歡 記得打打輸給我們Go 下次見 掰